台北股市 在今天出現大漲的走勢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 指數在今天上漲了 95.7點 來到10798點 成交量來到1028億 雖然不是很大 但至少是一個價漲量增的格局 因為聽說 現在川普有放鬆 對 對 阿關我們回來講 我有什麼要聽說你知道嗎 對 因為我們的解讀是川普放鬆了 對不對 針對那一百零項的那個 關稅的一些產品呢 他現在放鬆了 不科了 但大陸不是這麼解讀 我們先來看 美國豁免中國 一百一十種 不是一百零一種 一百一十種 像醫療啊 電子產品的關稅 但是特斯拉不在其中 我都會講為什麼特別排除特斯拉 我剛剛為什麼說 聽說好像放鬆了 是因為中國不這麼解讀 我們來看上陣好不好 我們很開心嘛 漲得快白點 但是大陸說 不是喔 怪怪喔 這是說真的 說假我沒相信 來 他是真獲免假獲免 從入股來看 他們其實是有疑慮的 那我們回來講 中美貿易戰 今天台股市場的解讀是 聽到了美國第一出的橄欖枝 因為現在是電話了 然後呢 下個禮拜 回覆了談判 回覆了談判 所以他現在 遞出橄欖枝 對啊 但是這些東西 對中國來講 piece of cake 不是很重要 他覺得他遞著橄欖枝 就是不重要的橄欖枝 我想找了很多其他中國以外的 人家就做不出來 而且不僅做不出來 我那個最重要的Model 3 會延後生產18個月 哇 這事情大條 所以就是說特斯拉的AI大腦 是在中國做的 他沒有辦法找人替代嗎 他沒有辦法回美國做嗎 對啊 但是特斯拉就是這樣講 所以我必須 但是從中國進口的話 從中國過來25%的關稅 那完了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個最重要的還是不放手 我們來看到 他豁免了110項 中國並沒有樂觀期待 因為他們認為 最重要的沒有豁免 但我們台股在今天反映了 茂蓮是相關概念股 對 他是最重要的特斯拉概念股 你可以看一下 他現行相對的 雖然這幾天有跌下來 但是現行相對的強勁 所以為什麼 因為台灣 台灣的股市對這方面 顯然是比較放心 我們忽略了一些風險 再過來我們看 最重要的是華為 美國的商務部今天宣佈了 這個對華為的解禁 但是對很多廠商 今天只有一句話 姆薩薩 好 這件事也姆薩薩 好了 美國現在是怎麼放羊的孩子嗎 所以他只要說 我們要放鬆的時候 我們都說這一定有陰廟 這一定有問題來 不威脅國安為前提的話 有前提 美國商務不允許 美國企業可以供貨給華為 照理說這也是利多 但是你看這一句話 不威脅國安為前提 顯然有前提了 好 現在廠商為什麼不煞煞 我到底去跟美國政府申請的時候 哪些會通過 哪些還是會禁令 你不知道 但什麼是國安 你說了算 對 所以這個保留 主機有後門也有國安 這個就是川普的談判 所以來 我們恢復坦 但是呢 我沒有把我的籌碼 底牌全部換出來 所以美國的感染之後面 學問很大 他要豁免你110項也好 他要解禁華為也好 其實背後 真正的真相 我們還沒搞清楚 所以還不能太樂觀 還不能過度樂觀 所以今天的外資 是比較冷靜的 外資集中市場 只有買超11億 是38億都是自營商買的 我們今天自營商 內資比外資更猛 你可以我們看一下 來 自營商今天 哇今天買這麼多 對外資才買11億 自營商買38億 所以自營商看豁免 那兩個字就開心了 對啊 但是忘記了 還有一個前提 所以我們看一下 今天台股最亮麗的 就是華為概念股 華為概念股 振威還拉到漲停板來 超重 哇這個也是 幾乎是一個突破性的 GG 易華電 到大力光 大力光明天 那我們是不是要想想 它所謂的不涉及國安 它怎麼界定那個標準跟界線 我們會不會 歡喜得太窄 不過台積電腦 今天盤後公布了6月營收 大家是鬆了口氣 858億 大家以為說會開始衰退 但是比上個月 它還是增加了7% 第二季 它是超越了財測的目標 所以有點放心說 所以這個時候 是不是選6月營收比較好的 我們比較放心 對啊 不然這種隨消息面起舞的是 有點擔心 比如說像這個超重 它的營收就意外的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直接看623年超重的日K 今天這樣一個大漲 而且有點要突破了這個味道 甚至創下了波段新高 但是今天還是有兩個 兩種的股票 我們的觀眾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強勢股裡面有兩個 我們之前講的比特幣概念股 今天比特幣一萬三千美元 你可以看到印太漲停 韓信漲停 利台漲停 我記得利台跟印太 記得的是比特幣概念股嗎 對啊 那時候我們還講過 那兩個不虧都已經算利多了 然後出現了一個大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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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